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苏军回过神来 阻止反击之后 德军就没有那么容易占便宜了 尤其是苏军的KV-1、KV-2海克 更有一夫当官万夫莫开之势 尽管如此 仍是挨不住德军优势兵力的猛烈攻击 虽然苏军英勇抵抗 虽然德军没进一步 都要付出更多代价 但德军整体而言 还是控制着战场的节奏 一日 一支德军坦克部队和一支苏联坦克部队遭遇了 双方开炮就轰 互不相让了 苏军坦克兵阿罗诺夫中士说 在那场遭遇战之前 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没有勋章 也没有钱 只有手枪 枪套是随身物品 他把枪套交给战友赫拉布雷 说如果我牺牲了 你要把我这唯一的遗物送到我家里去 看多了战争影视剧的 朋友们应该猜到结局了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遭遇战中 阿罗诺夫幸存了 而赫拉布雷却牺牲了 由是可知 电视电影里那些被委托者 常常比委托人更早牺牲 绝非编剧们的艺术加工 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冰临城下872天》一书写道 阿罗诺夫的枪套已然不见 他摘下赫拉布雷的枪套 这支枪套的另一半已不知被大片削到哪里去了 他按下决心 如果自己能够活到战争结束 一定会把好战友的枪套送到他家里去 本文照片 来源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冰临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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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